不用担心 我到每个地方讲道 电脑都有问题 我上礼拜在Michigan 礼拜天讲道 电脑也有问题 表示这个道很重要 这个道是很重要 因为这个时代是很不平安 时代非常不平安 我最近又听了一个 新的理论叫做RUN RUN 我不懂后来我就认识了 原来这跟张爱玲有关系的 你们认识张爱玲吗 不认识她 你们知道央哥这本书吗 小团圆 你们不读书啊 你们可能读书不看小说 因为我以前在 Iowa读书的时候 那时候他还在 李抱枕也做那 那人稳惠翠的地方 那么就 谢谢 这事很不平安 所以人呢 就常常会想到一个问题 我在这里不好 我去那里看看 人都想论了 每一个人都这样子 我在这里不好 我去那里看看 所以一个人就论来论去 论到最后找到平安 没有 没有 没有平安 但是圣经里面呢 我们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些经文 圣经里面就提到呢 有五次 约翰福音讲到五个平安 这五个平安里面有不同的内容 你仔细去思考他的时候 我们就把圣经读过去 我们很少在一篇圣经里面讲说 平安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是你就发现呢 我们刚刚高本茂弟兄所 我认识他很多年了 他所当读圣经呢 我们这样读过去 我没有注意到里面 这五个平安 其实他讲的是五种不同层次的平安 那么第一个平安里面 他讲到的是怎么样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说 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那到底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那他所赐的平安到底是什么 他为什么这样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呢 所以我们看一段圣经的时候 注意 我们要看他写 就能讲这句话 他的背景是什么 耶稣基督基督讲 在十四章讲的时候 他正要上十四讲 在十四讲以前 我们知道十三章是 比较出名的经文 是给门徒洗脚 你记不记得 在晚餐的时候给门徒洗脚 叫他们要彼此洗脚 到十四章的时候 耶稣告诉他们这件事情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他所讲的一件 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是说 我要把一个平安赐给你们 因为世人没有真正平安 你就是在发达 你里面会有个阴影 那个阴影是什么呢 你知道有一天你会离世 但是你不知道 你离世以后 你会做什么事情 你不会 你会有不平安在里面 不管你 你认为我现在 我不想那么多 什么人死如灯灭 那都是吹牛人讲的 什么人死如灯灭 你真的相信他吗 那人死如灯灭 为什么他 他车子被撞了 人家跑走了 他就会说 老天没眼睛 有没有 他说他无神 可是不要事情 他就变成有神了 不会的 人都了解一件事情 有一个不像不怎么发达 我现在不管怎么样 但是有一天 医生一检查 就说 你这好像有个阴影 你可能需要进来做biopsis 他就七上八跳了 等到他去了做biopsis 医生说 我们发现不是你有肺油 你的肝也有 你的骨头也有 他就知道 他有一天一定要杀手而归 他绝对没有平安的 那你说你怎么知道 我得过呗 我在很多年以前就是了 我有一次做日常的检查 那么 因为以前在Logers Dr. Nathan Holm 也是医学院的教授 我是环境工程系的 他是医学院的教授 他检查完了以后呢 他说我们找到你一些party 没有什么关系 这小party 后来过几天打电话给我 说什么 他说 Dr. Liu 我说 What? It's funny 我说我检查什么好办理的 他说我发现了 你有个Castino tumor 我说什么 我说是怎么样 他说It's not good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们检查一下 他像那个菜花 broccoli 这种 他说 那怎么办 他说我想告诉你一下 我把这个拿去 要拿去那个San Francisco 做医学学院的presentation 因为It's very very rare 我说你来告诉我怎么办 他说 对对对 你这个要赶快 割除 那我说那你就安排吧 他说我们现在很忙 你这个一定要先定位 然后再怎么样 再割除 他说你不要急 Red Bank有一个我们的college 你去找他定位 定完位以后 只要送进来 我们就安排时间 不然你到医院 排这个定位 排时间 那我们就听他话了 就找到Red Bank 一个医生 就去定这个位置 师母跟我去的 他跟我去 那么去的时候 那个人就在 我就被 就做 半麻醉了 就subdue你 但是你没有真正的 我还可以看到那个形象 在那里 动来动去 动来动去 那么他就把 我太太叫进来了 他说 Did you see Did you see Did you see 这样 我想 我听到这听得很 我以为这个已经 已经扩散了嘛 Did you see 他说 I didn't see it 他说 Me either 我也看不到 然后就说 不管他 我就把位置都换好 然后就告诉他说 你自己看照片好了 就给医生看了 那Home 就说 那这六年还是进来一下 好了 我们还再进去一次 然后有的话 当场就割除 你自己签个名 我就签个名 那当然 麻醉的时候就 给医生讲说 给我两分钟 五到五分钟 他说为什么 我说 I do some personal business 他说你 好 五分钟 五分钟 我做什么 我就跟神 认罪祷告 看看我们要得罪人 得罪神 万一起来呢 得见他的面 十篇十七篇 那个面呢 是上帝的面 那么我自己心里 没有问题 我就感觉很平安 平安 平安 我就可以 可以 不论是见主面 见妻子的面都可以 然后就推去了 然后就 睡着了 我才发现 原来死在 手术堂上是很好的 那个睡觉 没有睡过那么好的 整一打压下去 什么都不知道 叫你起来 你也不想起来 你们没有动过手术 哎呀 真的不想起来 他一定要把我吵起来 醒过来 没有看到上帝 看到太太漂亮的脸 你醒了 我说是啊 我说哥啦 没有 扩散了 没有 我说什么回事 一生都找不到 叫你回家啦 那我说怎么办 他说半年后再来 回家 然后就 就白爱了一刀 睡了一个好觉 那也不错了 那么以后 再半年后就去 他又找不到 但是他呢 他说我就每一个 very tiny inch 我都给他 touch 我touch 好像比较硬 so I cut it about penny penny这么大的 我说有时每次 看到penny做什么 他说 就for sure 他说进去好像 不动手术 摆不动 他就动了一下 结果差点流血过多 还要差点输血 还好 没事了 以后他就 用去警察 你不要再来烦我了 后来他离开学校了 也就没有 那等后也就没有了 但是 这个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 我完全明白一件事情 什么叫平安 因为我那时候真不平安 你知道患癌症人 是什么感觉呢 不管他现在会死 还是十年后会死 那么五年是一个bar 我这个已经几十 一二十年 二三十 反正就很早 一个bar 五年是个bar 那你知道那个 那个得癌症人 他老是 身体动作也没有问题 因为有些人都没有感觉的 可是他头上会有一个阴影 无论你走到那里去 你都感觉你随时会死 那时候你最有危机感 什么事也不想争 为什么呢 什么好争 反正 上手一归 什么股票跌 so what 两千年 五千年 不管你 什么也带不走 你又涨了一万点 so what 你有一亿 so what 你会发现 你完全没有平安 但是基督徒有可能奇怪的 基督徒有平安 就说都没有了 so what 死了 so what 耶稣讲的一件事情 是很重要 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叫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心里不要忧愁 你也不要胆怯 为什么呢 因为你永恒的问题解决了 你不管你现在死 明天死 我们觉得这样坐在这里 很好 对不对 说不定那个小胖子 突然按个牛 要打牛 要打到New Jersey 而且牛比我们 Prinston还要更近 要打到你们 Who knows 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Who knows 没有人会知道的 我儿子 我媳妇有一次呢 说去蜜月旅行 跑到那里去呢 跑到Hawaii 这两个大蛮人 对不对 一个是经理 一个是律师 好不容易请个假 两个就跑到Hawaii去度假 结果那一次 你不记不记得 你几年以前 Hawaii有一次 是Force Alarm 那个 就是那个 有核子弹打那里 Force Alarm 我儿子紧张了 我媳妇在那里悠闲 他说 Well If I die I will die beautifully 后来是Force Alarm 所以我后来 我后来就那感觉 这样 他说 Not secure 世界就这个样子 你去玩 怎么知道会有个 一个核子弹会打过来呢 打在夏威夷 而且刚好他去旅行那几天 后来是Force Alarm 所以有一个人按寸牛 你们记得去查一下 他就经历过 所以人世间没有什么东西 你会有平安的 但耶稣说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心里比较忧愁 比较胆怯 是什么意思呢 他讲的意思就是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意思 他意思就是说 我已经解决了你的什么样 你的平安的问题了 就像你现在 你会归去 你也不是个灭亡 你顶多是个碎了的 你不会有灭亡的 在永恒里面 你不这样灭亡 人有了这个稳定感以后呢 他心里面指导他 让我来去 Atlanta那边 有个子 姐妹就这个样子 他呢 他身体不舒服 去做检查 医生发现 他是Cancer Terminal Stage 最后的阶段了 他问医生一个问题 他说啊 他说你确定 他说我们就会诊了好几次了 你这个细胞 现在也蔓延了 他说你现在能不能治 他说我们当然可以帮你治 但是治不好 那么他说 那你就治不好就不要治 他说那我到底还有多长的时间呢 医生就等 因为医生 就给他讲一句话 他说 我坦白告诉你 医生也不好 你自己治你的生命 你要自己做准备啊 你大概有怎么样 两个月的时间了 他说还有两个月 那也够了 That's good That's good 他说你想做什么 他不做什么 两个月好 我也很多的朋友 还没有听到我给他转福音 I'm going to do my best 告诉他 那是满口笑脸 那医生就完全不明白这个事情 为什么有人听到他的99.9%的人 听到癌症都是巨伤 说不会吧 你再检查一下 你这不然就骂医生说 你看错了 用一骂一顿 他不是 他说真的还有两个月 他不错的 两个月 I can do a lot of things 那医生真的不明白 后来医生成为基督徒 为什么呢 他说怎么有人能够把生命 看得这么清淡 而且对一个永恒 他看得那么清楚 后来他成为基督徒 因为他医生 他太多年了 太多年了 还是他本来就是基督徒 后来离开上帝 这时候确定的这个信仰是真的 这个故事 这个差距 我不是很清楚 但那医生有很大的转变 所以你知道 耶稣说 我叫我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个世人平安不是这个 我们平安是什么 在平常的时代里面 我们平安就是银行有钱 我们就有平安 没有钱怎么样 就没平安 对不对 下个月房租房不出去 没平安 我们需要一个平安 是真正的 我们看得见的平安 那有个农夫就做一件事情 他家里的老牛 已经是怎么样 老了 最近腿脚也不好 那么他呢 没有办法 他才给他讲说 这个牛再下去 你能到处 真看出他的脚不好呢 你连卖牛肉都没有什么钱 那么他说那怎么办呢 他说你把卖的 那么拿一点钱 还有我们一起继续 再去买个新的水牛来 那农夫也舍不得 好好就把他给卖的 就拿了一笔钱 但钱再不多嘛 然后呢 就去银行拿了款 把太太弄 要去买个水牛 现在想说 这个买水牛 假如买一次好的 买一次不好 怎么办呢 这里面很没有安全感 那到城里去买 那么到城里的时候呢 在走路当中 听到有很好的音乐声 他说这里面还有人唱歌 这城市这不奇怪 他说找到 找到一个教堂 原来在对过街 就是一个教堂 他的教堂呢 没有进去过 东看看 西看看 外面看一看 看看一下 决定进去了 进去了以后呢 当天晚 当天就是个步道会 就是个步道会 那么他就去听步道会了 听完了以后呢 一个人信主 那就他信主 他把手一举 信主 牧师很高兴啊 大家走了以后 牧师留着他呢 一跟他做认罪祷告 再把福音再讲一次 然后每次问到说 你是不是罪人 他说是 他说你愿意接受 一个罪人救主 是愿意 牧师说感谢主 你信主了 你信了耶稣 感谢主 他说牧师 你是说我信主了 对不对 他说你是信主了 感谢主 因为神经说口里承认 你相信救必得救 他说那我当然信了 然后他感谢握手 握完手后 他说那牧师 我信了对不对 牧师说是啊 他说那我进来信了主 那水牛在哪里 那水牛 信耶稣得水牛 他说他为什么会得水牛 他说你们说信耶稣得水牛 他说哪有 他说你来看 那带他去外面看 结果呢 他看出一个东西出来 墙壁这样写什么 信耶稣得永生 但是那个教堂救了 就上面也掉了 后面也掉了 那不是水牛是什么呢 就信耶稣得水牛 他为什么要信耶稣 因为得水牛 他正在买水牛 上帝带领 现在有水牛可以拿 又不要花钱 只要信耶稣 他当然就得水牛了 这个时候他才会平安 很多人的时候信耶稣 就出了这一点的小问题 信耶稣什么 得水牛 有好处 所以基督徒怎么让人家 信耶稣 我教你 讲耶稣怎么让你 生意失败 所以祷告就生意就发了 绿卡拿不到 祷告绿卡寄给你了 然后找工作找不到 一祷告工作来了 哇那谁都来了 信耶稣得水牛 这是他人要的平安 但是耶稣要的平安是怎么样 永恒里面的平安 救恩里面平安 所以圣经要让我们 看见另外一个经文 我们 16章33节 有讲的一件事情 他说呢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 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因为怎么样 我已经胜了这个事件 所以耶稣就讲到 第二个问题 刚刚那个平安是怎么样 是永世里面平安 永世里面平安 但你说永世平安 好像我们是出家人 基督徒是出家的 不管今生什么事情 都是红尘不管 那错误是关 这观念是错误的 基督徒永远是个 入室的信仰 耶稣说什么 你们不属世界 只像我不属世界一样 父子要差遣我 我也这样差遣你们 有没有 约翰福音第17章 父子要差遣我 我也差遣你们 这基督徒永远不是一个 离世的思想 不是个托世的思想 基督徒永远关键是 进入世界的思想 父子要差遣我 我也这样差遣你们 只是你的生命 不属世界而已 但是你既然进到世界 你是个基督徒 你又进到世界 你就必须有个认同 耶稣说什么 你们在世上有什么 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基督徒在世界上 没有经历苦难 一定是个错误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人生观 跟世的人生观 是永远不会一样的 你养孩子的方法 也不会一样的 你说我成为基督徒 跟世界从来没有冲突 我说你的信仰 就开始有问题了 一定有苦难的 你养孩子都不会一样 我就经历过这个事情 我那个 我的女儿 我就有一个女儿 很漂亮的女儿 那么呢 她很奇特的一个孩子 她很小的时候 我就跑不过她 大概我是老年得子吧 反正她就每次跑 我真的屁股追 然后 我终于她跑到终点了 我继续继续的 她不喘 这个饼 后来我就发现 她跑步有特点 她一个东方的小女生 100空子可以跑13秒多 所以以后 以后就进了学校 就当校队了 校队呢 她又老是当校跑低栏 她又能跑低栏 所以她身高不高的 164 她也跑低栏 然后 然后她就 学校的校队呢 然后都跑 leading leg 跑低栏那个人 低栏要拉距离的 她就跑低栏的 那么她们 她们学校跑得很好 就要从这个 local呢 竞争完以后 就参加county 这local跑完 就参加county的一个 一个 她就很高兴 回来就讲了嘛 她就讲说 We win again We're the top 我说Good Congratulations 然后就说 We are going to run the county 我说Great 然后这事情就过了嘛 以后她跑回来讲 她说 Oh 几月几号要 要跑 我说 Oh真的 那我说 那是礼拜几 Oh It's happening Sunday 我就看着她 Oh Sunday Oh Sunday 是worship God 我说 敬拜神的时候 她说 What do you mean 我说 礼拜天就是敬拜神 你是个基督徒 对不对 Yes 她五岁就信了主 她说Yes 我说礼拜天 敬拜神 你去跑步 你敬拜神 重要是跑步重要 她说 My coach Go to get angry at me 我的教练会 对我很气的 我就告诉她 我说 基督徒 我们读圣经 我就翻圣经 我是最会翻圣经的 我说 以色亚书 第五十八章 你要注重安息日 有没有 你尊重那日 我就尊重你 他知道 他说 但是 那我要怎么办 我说 你要怎么办 你就是告诉 你的教练说 你礼拜天不跑 以后礼拜六 你跑 你看你比赛 不是只有礼拜天一天 对不对 他就几天了 他说 他会生气的 那我后来想到 Oh 学校里面 是不是有犹太人 有嘛 假设一个犹太人 叫做Esther 因为Esther是犹太人名字 我说 你去给那个教授 给那个教练讲 假如Esther跑礼拜六 我就跑礼拜日 假如他们都 他们愿意跑礼拜六 我就跑礼拜日 因为他是 Catholic 不是 他是Jew 我是Christian 那么 那假如你教练说 OK 他会跑礼拜六 那你说 那爸爸就让你去 跑礼拜天 你想犹太人 会不会跑礼拜六 不可能的 打死他也不会 对不对 结果这事情就过了 就过了 那么他回来 也没有报告什么 没有什么 结果那一天就到了 我就心里想说 我就前一天就给他讲 你明天要去跑 爸爸不会送你去 妈妈不会送你 叫你朋友 他们来接你 他说 Oh I didn't tell you 我说什么 I'm not going to run on Sunday 我说 Why 因为我给教练讲说 If it's run on Saturday I'll run on Sunday 教练说 OK Forget it You run on Saturday 这是 有没有经过困难 有困难 所以他现在很大方的 你知道他是放低 他现在又去读一个 B学院里面的什么 Pathology 在Case Western 现在正在读 那么 他就每次带诱的时候 他讲说 I didn't run on Sunday So you don't have to 哇 他讲话很大声 可是他的成长过程里面 他经过挣扎的 他有苦难 但他有顺服 耶稣说 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但你放心怎么样 因为剩下这个世界 所以基督徒 为什么在世界上 有这么多的选择 你要选择 你要跟从主 或不跟从 这就是我们苦难的源头 我们不是做坏事 有苦难 不是像人家讲说 哎呦被欺负 我们的苦难都不是这一个 No so you can make a choice 我要跟这群人走 还是我跟那群人走 我到底能够牺牲多少 这是我们最大的苦难 可是我们就忘了一件事情 苦难是必须有的 所以菲律比书讲什么 你们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并且要为他受苦 所以人家一直问我一件事 你的孩子 你怎么把他养成 我像我的大儿子 他很多教会请他讲 他一个礼拜 至少在教会里面讲 有两次讲到 Morris Payne 请他去讲 他有去带退休会 可能没有大学退休 他去带 他不是神圈B 他说他学的东西都是 我讲到他翻译 把我偷去的 他说是教会里面 最好的翻译 The best translator 翻译很快 没有上过中文学校 可以翻译很奇怪的一个孩子 可是他就会到处讲 说你怎么培养你的孩子 都服侍上帝 我就其实后来想了很久 我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呢 我今天有家庭礼拜 有机会 我们到现在 有尽可能礼拜天晚上 我们还是有家庭礼拜 我大儿子结婚了 我已经有孙女了 我的媳妇这几天又要生了 那是我们尽量有家庭礼拜 那么 那以前小时候 更是有家庭礼拜 那么 第二件事情呢 我从来不强迫他们 不make a decision for them 每次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就五次问他一件事 What do you think 他就知道这个事情很难 你帮他做礼拜 他就说 Daddy say it My daddy say I should not come Daddy say 我都不说 我说 What do you think 他就讲了半天 I think I don't want to go I think I don't want to go I think I don't want to go That's your decision right Yes that's my decision 他很confirm 就回去跟他讲 但是你跟他讲说 My daddy say 我从来不让他讲这个 My daddy say 我才不上当了 My daddy say 你把那个困难推给我 那么坏名声 That's your decision 不过他也会跟你make deal的 我老大很有意思 从来没有参加过prime Surprise 初中毕业没有 高中毕业也没有参加prime 人又长得很帅 女孩子要他 可以给他聚集 那女孩子哭了 在学校很出名 身高六尺 你们有人看过他的 有没有看过他很帅的 结果呢 他就跟我们有个交易 叫daddy I'm not going to prom 我说你OK 我说爸爸也没有跳过舞 所以我以前当班长 大学是当班代表 但是我没有参加过舞会的 我没有抽过烟 也没有喝过酒的 也没有赌过婆 当然没有调过计 女朋友就叫一个 也从来不撇腿 很单纯的 这么过来 认识一个已经够麻烦 还在电视机 那太麻烦了 不干这个事情 从来不干这个事情 所以 所以我说爸爸也没有参加过 他说 OK But If I say yes 去穿加舞 穿加prime 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you have to spend 我说 I don't know Don't imagine 多少钱 Taxedo多少钱 他算给你听 800块钱 我说 Oh that's very deep 他说 I know 但是我对你个要求 Let's make a deal 我说什么 他说我要一个 Tennis rocket 我一清 Paint Russia 两三百块钱 Let's do it 马上跟他 make a deal 到Sport Authority 他过来老板 亲了 I got this one OK 240 OK I get it for you 他去打 打网球去了 但是呢 他没有参加prime 原因是因为 他make his own decision 他也从来不 不喝酒的 even到现在 三十几岁 他还是没有 没有不喝酒 他不参加 他是在律师楼 做IT的manager 他底下管一些人 那他太太是在一个 以前是在一个律师楼 做律师 现在是在一个公司 做Legal Department Director 但是他也不喝酒 所以他有个 Lifestyle 你问他为什么 他说 That's our decision 他宁愿带着 Prinsen大学学生 给他们做 做什么 Discipleship 礼拜三晚上 我们要找你吃饭 因为他太太 要带做Discipleship 所以他们为什么 选择这道路 That's their choice 你们明保这个道路 事实上会有苦难 可是他说 I make my own choice 我要这个Lifestyle 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 我为什么要过那样的生活呢 I'm not going to do it 那你说神赐福 会不会赐福他 我看见是赐福的 没有不赐福的 我看见 他们的地有四母地 他房子也很大 他上的奉献也很慷慨 可是他呢 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I make my choice I want to live this lifestyle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事实上是会有苦难 那你为什么放心 你可以生过苦难呢 因为你每次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就决定了人生的方向 跟神的祝福 会多少留给你 所以苦难 它到底有没有目的 是有目的的 事实上要苦难 那苦难意义是什么呢 第一件事情 苦难有它的意义 苦难意义是叫我们 学习仰望神 这个生命纪八章三节 他说 他苦难你 就神苦难你 给以色列讲的 任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马 那赐给你 使你知道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 口里所出的一切化 上帝把他们带进旷野 让他们饥 让他们饿 是为了什么呢 让他们学习仰望主 那整个过程 受苦的过程 原来有它的目的在里面 可是我们经常不懂 一受苦就埋怨 有没有 一受苦就埋怨 所以我们就经常 受上帝的哀 打屁股 有没有 以色列人从新乃山起行 从使徒新传 从民宿11章到25章 有多少人埋怨 每一个埋怨 不是有火进到他们当中 就是有饥荒 就是没水喝 反正很多事情就发生了 但是上帝有时候 就故意让你经过 让你能够仰望 苦难 他有他的目的在里面 我孙女很可爱 现在三岁半了 三岁半了 他很有意见 strong wheel 从会走路开始 就不要人家牵手 以前他不会走 当你抱他没问题 他像我刚才走了 你牵他手 他自己走 work her own way 然后他走他一个方向 他爸爸以前还没有买 没有搬到这个 Montgomery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住在South Black 买一个condo 1300尺而已 就住在里面 然后每次出去 他有个特点 我那个孙女永远向左走 拉都拉不回来 他就认识那条路 他认识那条路 他就一定要向左走 向左走 大家就 不要人家牵 人家都很紧张 因为你那个地方 不是有parking lot 有车子 你怎么办呢 他就很紧张 不让你牵的 但是我也是带他出去 我想这个孩子 这样子不训练 怎么可以呢 他总要跟爷爷同行 怎么爷爷跟他走 到底谁带谁 你知道这个牧羊人 是前面走 羊跟着羊走 现在是怎么样 你是赶鸭子 你在后面跟 他不让你在前面带 他不跟你走 后面坐 不知道你只能赶鸭子 我想这怎么可以 我就训练他 我让他右边走 怎么样他都不肯右边走 很简单 抱起来很轻 十几二十棒 抓起来 转个弯 一个路口 看到路口 他就懵了 不知道这个路在哪里 不太认识的 我就给他放在那里 向前走 他是会的 为什么走右边 也很简单 因为右边那地方 有一家人 还是两家人 有狗的 狗是很小 但是声音很大 当然都是 整个community 当然不会放出来咬人 可是狗声很大的 我就让他走 我就看着后面 看着他 他就走到那里 狗看到有人来 叫了 他马上那个小脚 尽快地走回来 抱住爷爷的腿 东张西望 我说你走 他怎么也不走 爷爷牵手 马上牵着手 与爷爷同行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上帝多少时候 就让你受点苦 你经常 我们经常对待 上帝的方式这样子 我不要你管我 我有事情找你 你再来帮助我 I can do it myself 上帝就让你 没水喝 让你没饭吃 你怎么办呢 你就必须仰望主 所以苦难里面带着意思 就是建立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 第二个关系 神为什么给我们苦难呢 他就是我们成全完备 毫无怎么样 毫无缺欠 很多时候他就让你 一个人的旧徒 从来不会信耶稣以后 就灵命成熟 我们是会查经 查经很简单 到internet里面乱查 吃毒草 对不对 然后乱解一通 然后就正正有事 为什么你觉得他是对人 因为internet说的 internet你也可以写 谁都上去 internet说 然后就去查 然后就错了 那不管谈证就是 就是人 旧徒现在的常见 而且我们都知识分子 我们都是博士 对不对 博士跟硕士的差别 就是博士会找资料 这唯一的差别 那其实很多硕士 是比博士聪明 因为你在毕业就找到工作 你找到工作就要读博士 不然你要出国 所以很多硕士 为什么会比博士聪明 因为人家很优秀 一出去找到工作 工作就很好 然后就开始往上升 那你博士读完了 你就当家下属 那我讲的是事实 你一读就是五年 人家五年已经当到manager了 很多时候就这样子发生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觉得 上帝很多时候就让我们成全完备 就是说很多时候 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 一个情况 我们就在那里遭受 真正的一个考验 真正的一个考验 到底我信仰是真的 还是假的 以前讲的东西是真的 还是假的 你的信仰马上遭受考验 你才发现 你是何等容易 把上帝丢弃的一个人 这是我们经常 遇见到的事情 所以基督徒的灵命 事实上是慢慢建立起来的 我们在许多的决定里面 决定了我们基督徒的本 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所以在不断地放弃 不断地经历的里面 我们开始明白了 神是可信靠的 我们越知道神是可信靠的 你的心越笃定的时候 你就发现灵命就慢慢地长了 你原来发现 原来为主受苦 也是个甜美的事情 不是那么难 不是那么难 我讲一个我自己的 不要讲我的见证 那个太长了 我看过一个故事 那个故事讲说在 现在书尔发生很多事情 书尔其实在十月革命的时候 纠徒的那段时间 纠徒也很惨 因为很多聚会都是 躲起来的聚会 只是后来改变了 比如说布丁他说 他是希腊政教的 可是这以前都不是的 是不能真正地有信仰自由 所以很多基督徒 他们在这些争乱的时间当中 他们觉得是偷偷聚会 偷偷聚会 晚上呢 那么都有个好的准备 万一有人来敲门 被报告了 就赶快把一做一番都在吃饭 就这样子过日子 那有一次有一群旧徒 在那个地方聚会 那么当年也唱点诗歌 也讲点圣经 还是大小聚在一起 这样聚会 结果那个看门的 那个姊妹 就赶快闯通 有两个军人来了 带着枪军人来 中之都快 大小马上翻桌子 马上把圣经收起来 马上就 就好像就大聚会聊天 这样子 那两个军人敲了门 门罩打开了 他说你们不要装了 我们在外面 也听到你们唱歌的声音 他说你们受蛊惑 哪有什么神 你们要是今天受蛊惑的人 我也就不抓你们 你们可以出去 给你们开条路 你们就走呗 你们就走 我也不回答你们 结果就一些人真的走了 一些人就走了 就剩下一些比较 我们叫做死鹰派的 都在那里 都不走 或者他讲句话 你们还不走 他看一个小孩子 你看这么小的孩子 他把枪拿起来 你真的爱上帝 爱过你的孩子 那我打死他 你怎么办 就把枪收起来 我再给他机会 你们觉得你爱你的孩子 你不想让他们伤身 也不想被抓 也不想让他们受苦 你们可以走 我再给你们这机会 就有一些就抱着小孩子 真的是想一想 抱着小孩子 也就出去了 又剩下一些人在里面 他说你们连这个都不怕 那么其中就有一个 开了一个 哇他就吓 头都抱起来 以为这是要死了 后来带头那个弟兄 给他讲 他说先生 你要杀就杀吧 我是绝对不会离开上帝的 你就要否定我信仰 我是绝对不会离开 你就杀吧 你枪都把他拿着 你杀吧 你不要再吓我们了 好不好 这其中有个兵呢 就去把门给关起来了 那个兵就把枪拿下来 他说你们真的不怕死 他说你不要再讲 你杀吧 我们是不会否定上帝 那个兵就讲那话 他说弟兄 我也是基督徒 我已经决定了 我再也不要跟那些 爱惜生命 爱惜父母兄弟姐妹 超过爱主的 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现在我们来敬拜吧 就这两个人 就跟他们怎样 一起敬拜的神 这一群人 他们有个决定 他们在信仰 当他讲说你杀吧 我不能 我不能否定 我的主的时候 你知道他灵命 是不是当天都提升了 那灵命马上当天提升了 你说上帝 这笔钱我不赚了 因为这不属于你的 上帝 就我赔了 我也不离开你 你那一段时间 做一个那个决定的刹那之间 你的灵命跟神的关系 就完全是成熟了 在亚伯拉罕 献以撒的伟大在哪里呢 不是讲把以撒限调 那很伟大 很多人都知道上帝的性情 他知道上帝是很慈爱的 所以他很会赖皮 这赖皮人包括谁呢 包括大卫 对不对 大卫很会赖皮的 大卫是圣经里面赖皮之王 King 他很会赖皮 他怎么赖皮法呢 他不是换了奸淫吗 那么他不是生个孩子吗 那上帝就借先去给他讲说 你这个孩子一定要死 一定会死的 因为你是见义所生的 那大卫是不是说 上帝愿你旨意成全 没有啊 他就呢 赖着皮在地上 躺在地上 不肯吃不肯喝 对不对 又祷告又怎样子 后来孩子死了没有 孩子在死呢 死了以后 这老臣们就 互相交头接人的时候 大卫就注意到一件事情 孩子他出问题 他说孩子死了吗 他就不敢给他讲 他问你 孩子死了吗 他孩子死了 孩子死了 他起来呢 洗脸 刷牙 不知道我没有刷牙 不太知道 清洗干净 起来吃饭 那些诚实不明白 他说王啊 你孩子没有死 你就赖死赖活的 现在孩子死了呢 你倒起来吃饭了 他说什么 他说啊 孩子没有死 我赖死赖活的 说明上帝怎么样 怜悯还让他活着 现在他死了 他不能到我这里来 难道我要去他那里吗 你说他赖不赖皮 他就那一种认识上帝的人 他说认识上帝的慈爱的人 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说亚伯拉罕线以上 清早起来 背着什么 就会有信心之后 那不一定 说不定是赖皮也不一定 对不对 反正上帝是到火摇旁边 就把他拉出来的那种 我是讲戴伊犁 火摇旁边就拉出来 受也不一定 然后到了火摇旁边 上帝你还不来吗 那我算了 你不来 我还来什么 走了 也有人是这样试探上帝的 但是很多人就这样子 亚伯拉罕他为什么 为叫信心之父 因为他真的把孩子带上去 他真的让孩子背上财 他真的到时候把孩子捆绑 他真的是要伸手拿刀 准备献祭 所以圣经说什么 亚伯拉罕伸手拿刀的时候 天上有声音说 千万不要害这童子 有没有 第二次说 你既然不爱惜你的孩子 把他献给我 赐福我并赐 大福给你 所以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 给他讲话呢 因为他伸手拿刀的意思 Decision already made 他已经做决定了 这孩子我是真的要送给你 要怎么样 要给你 不管这孩子 我一百岁的孩子 我所爱的 我唯一的 不管了 上帝你说要 我伸手拿刀 所以那一个上他开始 在圣经22章才讲 神说 赐福 论福必赐大福给你 你的子孙必得 仇底的成 你的子孙要成 万国要因你的 你的后裔蒙福 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在 在十五章的时候 十二章的时候 十二章 十五章 十八章 这三个过程当中 神说万国要因你蒙福 22章说万国要因你的 后裔蒙福 你看这有多大差别 那个福气的传承 是他做信心的决定 在那一天 神跟亚伯拉 跟上帝之间的 这一个怎么样 完全沟通了 完全沟通了 因为He made decision 所以我是想 上帝是 很多苦难 临到我们是 是我们成全完备 你的决定如何 成全完备 这时候我们经历了上帝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不 没有 我们的神就是觉得 蛮遥远的上帝 因为我们很少 为了上帝做决定 宁愿 背十字架跟从主 我们这个东西 我们听太多了 如果你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其他十字架 跟从主 跟太太吵架 说叫做背十字架 你当然也背十字架 你是背强大的十字架 你最有应得 你不是跟着谁的 不是背耶稣基督十字架 耶稣就是 为别人的罪悲十字架 你是为自己的罪悲十字架 那你得罪太太 你要好日子过吗 你只能吃炒饭 你想吃什么 你们听不懂炒饭 这是我们教会 有个弟兄给我讲的 我才明白 每次吵架就只能吃炒饭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吃 就吃炒饭 剩下饭就炒一炒 爱吃不吃 就吃炒饭 我才明白 原来是个样子 原来炒饭还有历史 就是我就告诉你一件事 你就说苦难 它背后有个成全完备 那苦难背后是什么呢 不是说你被拿追杀 也不见得是要需要这 那苦难的背后 是在百般的忍耐的里面 百般的忍耐里面 对很多的人是聪明 人对得失厉害 是非常清楚的 可是你已经算定说 这个事情是合乎神的旨意 我宁愿怎么样 遭受人的羞辱 我宁愿 那么这时候 你的灵命跟神就靠近了 这次是我们成全完备的 很多时候我们是墙头草 没有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爱主 我们要怎样怎样 事情来的时候 马上闭上嘴巴 有没有 我们就什么都不敢讲 然后就希望风赶快过去 没有人站起来为主 挺身而讲话 甚至为弟兄姐妹挺身 没有 人跟人的感情 很多时候是患难怎么样 才见真情 夫妻也是如此 不然这同龄鸟 患难来自的各自非 讲的时候还哭实烂 都讲都是很好听 到时候来的时候 就完全不是那回事情 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那时候 就是人在讲的话 所以第三个 为什么会有苦难 苦难还有另外一原因是什么 苦难另外一原因是怎么样 你应该安慰别人 这段圣经我就必须念了 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 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 我们从第三节来读 一直到第七节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三到七节 他说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发慈悲的父 赐各样安慰的神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我们受患难呢 是要叫你们得安慰 得拯救 我们得安慰呢 也是叫你们得安慰 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 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 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 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 也必同得安慰 很多说人 真正能够安慰人 是什么一种人呢 是那些受过苦的人 能够安慰人 你没有受过苦 我就听到一个姊妹跟那个姊妹谈话 另外姊妹在跟一个姊妹诉苦 她说我最近这样这样这样 那个姊妹就听 听完以后说了一句话 受苦的姊妹就没有再回去找过她 她说什么 真的啊 我都不会耶 那人家找你做什么 你都不会呗 那我还跟你讲这样 不白讲吗 你那肩膀不拍一下 哦真的哦 我都不会耶 哎呀 那我就看他没有再找回去找过她 那怎么都不会 那我跟你讲什么呢 那真的会苦难的人 他说哎呀 我最近就这样这样 他说 你就这样子吗 哎呀我还怎样 你还这样子 我没有换他说 我都没有 他换过来了 那谁安慰谁 他说哎呀你不要讲了 我病更长 我讲给你听 结果讲完那个寻求安稳的哭了拍拍剑 我说你真的比我更长 我还算不错的 我还算不错的 我真的有一个真的使 在我周遭发生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跟G2也不是有关系的 你知道2008年到2009年 是不是有一次股票大跌 会不会比现在更长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我有一个朋友 他把一个brushing的房子卖了 卖了三十几万 他后悔了 现在卖大概80万 卖了三十几万 很多年以前了 然后他就投资股票 准备捞本 就很不行 结果那三十几万 赔到剩下七八万 那就赔了几万 赔了二十几万 心里非常惧张 是他很有钱 不需要惧张的 有钱赔中没钱赔好 那么他就很惧张 我看他很惧张 老好朋友 别人看臭美国的 我说我请你吃饭 请你吃饭 吃饭之后就想安慰他 他说 哎呀 他老刘你不晓得 痛啊 我说痛什么痛 才二十几万而已 二十几万多 就练了半天 我说Henry赔了五十几万 你二十元算什么 骗我 我说你打电话 Henry都是我们认识的 骗我 然后斜着眼睛看我 然后就电话 以前那个长长的电话 Henry啊 老刘说你也很惨 真的骗我 真的 然后看他嘴角一直笑 笑笑笑笑 笑完又 过完电话 他好惨 那天他请我 我没有请他 心情好得不难 因为那天他赚了二十几万 人家赔了五十几万 他不赚二十几万吗 人生就这个样子 很奇怪 结果呢 那个人受苦就安慰了他 我觉得人世界很奇怪 我们基督徒受苦 很多时候也不要太沮丧 你可能为某某人受苦 你不会知道的 那受那个苦也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我们有第一个平安 那个平安是永恒的平安了嘛 那现在这个算什么 钱这种东西有去有来 对不对 So what Not a big deal 当然我讲是轻松 没赔到嘛 我不想赔 我不想赔 佛万可以听说最前调 那不看就好了呗 现在有种叫做躺平 你们听过 躺平 那不看了 还有眼瞎就可以了 躺平眼瞎 天下太平 不管他 不管他 Anyway 所以很多时候你的苦难 目的就是什么 安慰别人 没有关系的 你的孩子 进Loggers 感谢赞美主 人家那个没有 一直拼老命要上 IB 没有上的 你说 哎呀没有关系啦 你到Penn State 我们也是在怎么样 Loggers 他觉得得安慰 可他忘了 那Penn State 很贵的 外周 我们是本周的 全部一样 但是至少安慰 所以没有关系 我是觉得人世间 很多苦难 跟我们的生活 是并行的 这是基督徒 伟大的地方 平安不是 苦难消除 产生平安 而是平安 跟苦难并行 而且我们胜过苦难 而且苦难最后 是带来给我们 正面的成长 这是耶稣基督 我时间到了 我赶快再讲一个点 讲这个点 其实这个是 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信息 在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 两个平安 第一个平安 是永世里面平安 第二个平安 是今生的平安 对不对 这个平安是 传平安的福音 你为什么会得平安 你为什么会 会得到一个 一个神的保守的平安 为什么对 永世的平安 你有认知 因为这两个经历的里面 使你在传 平安的福音的时候 你非常笃定 因为你的神是怎么样 这个真的神 是活着的神 你才有传 平安 不然你平安 好像推销产品 这个吸尘器会不会 我可不知道 只为了赚那个 一小时四五块钱 去到处去卖 就会被人家骂 对不对 但是我们有经历了以后 我们认识了上帝 所以 Billy Graham说 人家说他得奖 是the best 就是最好的推销员 Salesperson 他得的最好的 推销员的一个奖 因为他带百万人信主 有多少人可以推销 那他对他神很有信心 所以他做了最好的 最好的推销员 我们今天为什么 传福音传不出去呢 因为我们传福音 传到舌头打结 因为我们没有 对上帝的经历 人家说耶稣从这里复活 你是凭信心相信 你心里打 心里也不敢全相信 这是我们的很大的困难 所以当时候在这一段圣经的里面 我们就在 约翰福音的二十章里面 其实这段圣经我们刚已经读过了 他就讲到这么一件事情 我来给你们读几段 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 第四九节 那日就是七日第一日 晚上门主所在的地方 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说着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 然后 门徒看见主就喜乐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父子要拆遣我 我也这样拆遣你们了 我们发现一件很奇特的事情 一般你到一个人家里面去 探访人家 愿你平安就讲一次而已 那是叫做routine greeting 比如说我到本茂家去 我拜访他 平安 就结束 对不对 我很少 平安 然后他给我才 平安 他不是讲 平安是 每次有东西吃就平安 那饼干给我又平安 不会的 都是平安 然后我们就讲别的话语 然后他拿饼干给我的时候 我就谢谢 谢谢 就这样子 可是那天晚上 耶稣讲两次平安 有没有发现 所以表示他平安本身是有意义的 不是 routine greeting 不是一般讲的平安 那么第一次耶稣说 愿你们平安的情况底下怎么样 因怕犹太人 门都 门都关了 这是讲什么 因为他们怕犹太人 门都关了 是他们当受处境 因为他夫子 已经被抓了 他们现在是在人家风声很紧 这个拿撒勒人派的人 可能正在遭受逼迫 所以他们躲在一个房间里面 可能是马可楼 躲在一个房间里面 就害怕 门都关了 门都关了 那么耶稣来到他们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他讲到一个平安 他就在告诉他们一件事情 他们你们平安 你们不要惧怕 因为我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 所以耶稣就讲平安以后 就把两个东西给他看 一个是怎么样 对他们愿人平安 所以就把手跟怎么样 肋旁 指给他们看 这是什么意思 他讲说 我就是那位受苦受死而复活的主 他讲这件事情 我是受死又受苦而复活的主 那么一个旧徒 为什么耶稣就要传这件信息给他们呢 因为这个信息就是福音的内容 福音的内容不是进化论 不是创造论 不是爆炸论 都不是这些东西 虽然我们拿他的开胃菜 跟他变来变去 甚至写书 但有一天你要推翻 你的信仰怎么办 所以他不是 他就告诉你 保罗讲得很好 他说我在里面当中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没有其他东西 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是什么 手跟肋旁 耶稣是受死而复活的主 就是当时候福音的内容 是死而复活的主 那么耶稣说愿你们平安 那么基督徒在这时刻 你只为耶稣 假如是从死而复活 你对永恒 你就开始有盼望了 耶稣基督仅仅只是 死没复活 只是个好人 有很好的教导 那么我们真是需要担心了 因为历史上有教导的人 真是很多 我们为什么要去信 一个犹太人呢 我们中国五千人文化 不是有更好的教导吗 那为什么信他呢 但耶稣从死里复活 这件事情是我们福音的内容 影响我们的一生 因为他竟然从死里复活 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永恒是个真实的事情 有一个跟你讲个故事 算时间关系 我再讲一下好了 有一次这个1825年发生的事情 这可以查的 所以我就把名字都给你 1825年 有一个少校 Megr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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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呢 从英国带着部队 移防到印度 你知道英国 有一段时间 是控制 是掌管印度的 那么他 移防到印度的时候 那一次他带着他太太 他的女 女的Joanna 他住了一个叫印度人 印度人的那个船呢 就要把部队移防到印度去 那么在部队 这个船出航了过一段时间以后呢 发现一件事情 有个水手呢 因为要去打扫 打扫底舱 带着灯 那个火 就是以前都是没有灯嘛 但没有灯下去 在插的时候呢 不小心把没有灯给打翻了 结果着了火 刚好这个底下是一栏雾 结果整个的火就着起来了 他扑灭不了 他虽然有时带水 就扑灭不了 以后呢 他就跑上去给大家讲说 着火了 不得了 着火了 就很多的水手 赶快就下去救我 我就很忘了 因为一栏雾 很多就忘了 他们最担心的是 是军队以防 所以里面有火药 所以他们兵呢 就赶快呢 就把火药往那个离火 叫眼掉 就往后面推 可是火一直打 一直打 一直打 都打 都打不了 船上有640个人 有640个人 还是604个人 我忘记里面猜一下 我就忘记这个 是604还是640个人 他就打 后来眼看是不可能的啦 只要这个火呢 一烧到这个火药库 这个船就没了 就整个就没了 所以Greg是基督徒 他看到这情形 他就回来跟他太太讲 这次大概没有办法了 没有办法了 他说 但是我们相信 我们祖会救我们 脱离这个 带我们进入永恒的国度里面 所以他带着Joanna 跟他太太非常平静 大家很乱乱乱 他们带着平静 就在那里祷告 求主 接受他们灵魂 求你救我们 进入永恒的国度里面去 因为这次 我们大概是逃不掉的 那么其中有80个人 就跳了水啦 就跳了水 就是会游泳就跳了水 因为这个一定会炸死的嘛 结果他祷告完以后 突然想到今天 他老父亲怎么办 那父亲在英国啊 他就拿一张纸呢 就开始写一封信 就告诉父亲发生的情形 我们坐这船号在 在这个3月1号 1821 25年3月1号 着火了 后面有炸药 现在我们还暂时安全 但是我们知道在不久 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以后 我们大概就 就一定会死的 那么有人去跳船啦 就把这故事给写下来了以后呢 那就找了一个瓶子 就把放在瓶子里面 就把这个盖子封得紧紧的 紧紧的就丢入 丢入海里面去了 然后就准备面对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瓶子呢 在18个月以后 在印度的一个西海岸的一个海滩 油水人捡到了 这里有个瓶子 里面还有一封信 那么就把它打开来 上面就写有这封信 上面还有柱子 他们就按照这个柱子 就寄给他爸爸 他爸爸收到这封信 就把McGregor叫来 为什么我讲McGregor叫来 因为他没死 他把McGregor叫来 他说这封信现在才到 18个月了 他说是 他说18个月了 这信来了 他说爸爸信叫 他说那你们怎么可能会活着呢 他说我上次不是告诉你的吗 是这样子 他说事实上那次是很急 但是我非常非常平静 非常的平安 我知道我的神会救我脱离 脱离进入他的手 虽然我知道我一定会死 我也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 可是这我们在担心 正在倒靠完 抬头一看呢 有一艘大船呢 全速向他们开来 因为这大船在园里的地方 看到个冒烟 知道有一个船出问题 当然他不知道这个船上有火药嘛 不然他也不会来的 不然他来做什么呢 所以他们就拼命开来 即使把他们救上船 全部人获救 560个人获救 少了80个人 那80个人是谁 跳船的啦 而且这一封信 现在留在 留在一个博物馆的里面 可以去查的 每个Gregory 博物馆 所以这个平安 这个事情呢 我讲这个平安 这个事情 耶稣说愿你们平安 我是从事里复活住 就是说我是一个怎么样 活着的 的神 这是他的福音的内容 第二个他讲到 第二个平安是 第二个平安是什么 叫差派的平安 第二个平安他说了 21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父子样拆遣我 我也这样拆遣你们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 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这个叫做差派的平安 第一个 我们看见的是一个 脱离胆怯的一个平安 第二个是讲到 是差派的平安 那么为什么 差派的平安里面 他讲了几件事 一个就是福音的内容 他就告诉你 把手温热盘指给他们看 这是福音的内容 福音传了老半天 传了说你会找到 好的工作 神怎么祝福你 这叫拜拜的平安 拜拜的福音 我信耶稣以后 就怎么发达 其实 这个跟你发达 有没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 我信耶稣几十年 我并不觉得 这有什么 这有什么关系 我每天都很发达 发达本来是相对的 对不对 这发达是 什么叫发达 是你赚两千万是发达 还是赚一亿是发达 我就记得 1993年出 93年吧 所以一件事情 也是股票崩盘 不是有一个人 把他的broker给杀了吗 就是有把他的 做股票 把那个经纪人 把那个人 自己也自杀 那后来 再算他的家产呢 他还有八百万的家产 哎呦 我们八十万就好了 他八百万 他还要自杀 你看这个人 因为他觉得他所有的钱 都已经怎么样 没有八百万算什么 他就期待 所以人世间这种 拥有的感觉 是相对的 对不对 有些人今天有个 有个面包吃 我好高兴 对不对 还分你一半的都有 有些人 有些人给他鸡腿 就用这个做什么 都扔掉的都有 所以这个是相对的 但是他这个福音 传福音的平安 他是讲什么呢 他是讲到一件事情 耶稣是复活的主 所以人知道福音了以后 第二件事情说 父子要拆派 拆遣了我 我也照样拆遣你们 这是拆遣里面的 一个平安 你要去 是万民做的门徒 也就是说 所有的基督徒 都是君主的祭司 所有的基督徒 都必须传福音 他讲这件事情 第三个是讲到什么呢 一个传福音人 必须有圣灵 他你们受圣灵 吹口气说 你们受圣灵 那么我今天没有时间 讲到他跟 使徒信奥一章八节 圣灵降临在神身上 人就必须得着 能力的关系 我现在就没有时间讲 我现在用几分钟时间 把这个稍微 稍微讲一下 你们受圣灵 就告诉你们 告诉你们这件事情 一个传福音的人 不是受完训练 可以传福音 一个传福音的人 必须有圣灵 在里面 才有办法传福音 因为福音是个生命的事情 福音不是知识的问题 现在我们受了一点训练 就哇 我去传福音 结果一传呢 越传越不信 对不对 他后来干脆跟你讲一句话 像你这种人 上天堂 我的灵愿下地狱 你讲什么都没用 讲什么都没有圣灵 没有改变 没有圣灵所结果子 你给我拉拉叨叨 讲了一大堆做什么 你越讲 我就觉得你这个信仰越错 因为没有圣灵 因为有圣灵就有圣灵的果子 就仁爱喜乐和平 仁爱恩子良善信誓 温柔绝志 你不能老天天天在 把讲台当炮台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都把讲台当炮台 好不容易拿住麦克风 不骂给你看怎么办 每次讲 我们要合一的时候 就不合一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要顺服 就是有不顺服的时候 有人不送你才讲束缚 有人讲合一 你才讲合一 不合一才讲合一 不然你每天提这个做什么 这就是个问题 但是你有圣灵的人呢 他就不一样了 他里面充满了仁爱喜乐和平 仁爱恩慈良善奉怒学士 充满了爱跟包容 充满了听见你讲话的人 就是怎么样 心里就被你live up 总是讲造就那好话 本来心情很低沉的人 有圣灵的人跟你讲话 你心情马上就好起来了 觉得那得必定 这什么了不起吗 对不对 你马上心里就会 就算 就走得过去 看得过 这算什么 你马上就走过去 所以传福里面 一定要有圣灵 然后他才会讲说 你虽然有圣灵 但是你会遇到的 不是只有人 你会遇到属灵的征战 你不是以人征战 空中掌权的恶魔征战 你有属灵的征战 所以他说你捆绑谁就捆绑谁 你什么 你释放这些事 这叫做属灵的权柄 这宣道里面几个重要事情 你宣道的信息 宣道的生命 宣道的权柄 耶稣说 愿你们平安 因为你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你无论到什么地方去 我必与你同在 直到世界末了 这是他的应许 所以你就可以胆敢去 因为没有人可以伤害你 不但是民宿记25章讲的东西 在新约里面也同样讲 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 没有人可以伤害那些 按照神旨意的人 行的人 只要你不犯罪 你犯罪当然是另外一回 另外一回事情 假如你是犯了罪 那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你知道巴兰为什么 他咒诅以色列人 没有办法咒诅他们 因为他们没有罪 在第二首诗歌里面 查不出他们当中有罪孽 所以他没有办法 23章 他没有办法咒诅他们 可是他后来怎么害他们呢 使他们犯罪 所以两万四千人就死掉了 我现在不是每个礼拜二 都有讲一个叫做话说旧约 有人把它放在YouTube上面 那么有些人是当场听了 现在听的人越来越多 从各个教会都有人去 国内有人进来听 这话说旧约 这么讲旧约 现在讲到第十二讲 我就有讲到这个部分 所以我就告诉你们说 给你权柄 这是福音的 我们赶一下 一个就是地图马 地图马他这是看见才信的人 这个叫做信心里面平安 因为他说没有看见 没有怎么样 摸他我总不信 他就讲到这个事情 但是耶稣说 那没有看见人 信是有福的 那个就是一个平安 现在我们虽不得看他 却是爱他 因为信他就说不得蛮有 浓光的大喜乐 彼得前书一章八节 所以我们发现 我们有五个平安 一个平安是属天的 永恒的 第二个是今生的平安 第三个是穿平安的福音 这是主赐的平安 主赐下给世人平安 是靠谁传 靠你来传 你怎么传 你的有没有圣灵 不是光是嘴巴 我们祷告 时间到了 恩典的主 我们仰望你的恩典 愿你赐福 施恩保守 主要愿你自己的名被高举 用这群被你所拣选 被你所带领 而且被你所装备的 你给我们个目的 就是要向世人传平安的福音 主啊 因为我们已经经历你永世平安 也经历你在今世里面 带给我们胜过苦难的平安 所以我们宣讲你的时候 主啊 我们就知道 你是与我们同在 这趟世界末了 主啊 让我们还恩这个福音的债 让我们成为你在末世的仆人 祷告祈求感谢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